这种满足秀的这样一位 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 常常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是满有动了慈心 看见寡妇 看见这些贫穷的 有疾病的人 甚至他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看到那些倒在路边的 包括这个浪子回家 这个父亲 常常用到就是满有慈心 就是有这样 神这个怜悯的心肠 就如这个清晨的日光一样 而且这个以利沙 为什么这个预表 主耶稣 他有这五样的这个东西 特别你看这边有讲 称无为有 叫死人复活 这些都是跟这个主耶稣 真正来到地上的这种形式 是一样的 那我就点一下 在这个应用这一方面 既然这个以利沙 在生命里 尽这个恩典的指示 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特别需要的 就是能够在这个生命里 来够经历这样的恩典 特别他边讲到 这个保罗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常常 可能自己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保罗常常为别人来医病 来赶鬼 但是在他的自己的同工 甚至自己属灵的孩子身上 遇到疾病的时候 他却没有用他这个疾病的 这种恩赐 医病的这个恩赐 去来治好他们的疾病 反倒是好像这些人 都还在一直受这个病痛的 这个折磨 我们一直会 为什么会这样子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自身也是 我们常常在这个苦难中 有祷告的时候 这个苦难并没有 因着我们的祷告 就这么就挪去 所以这就是真的转我们的一个观念 我们常常想求的 还是那个神迹歧视的那种能力 想盼望有一个大的能力 他的一个神迹 立刻就把我们的这个环境 给挪掉了 但是这个 这个为什么行不通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并不是神的经纶 因为我们把这个环境挪掉了之后 我们这个人的琐事还是没有变化 环境挪掉之后 神的成分还是没有能够做到我们里面来 所以神的他的经纶 还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个人身上 能够实施出来 真正要把经纶能实施出来 必须要得着我们这个人 被神来够充满 这就是真的是在生命中经历恩典 常常经历恩典的往往是那些最软弱的人 在最软弱的情形里边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 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个身上 人身上显得完全 神的能力复辟在我们身上 若是简单的就把这个环境挪去的话 我们这个人没有经过变化 神怎么能得着我们这个人 在我们身上有路呢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用神的这个精準的眼光 看待这个神所为我们良给的这一切 这些不是惩罚我们 但是确实有一个生命的管制 让我们真正像保罗一样 经历这个生命的变化 之后才看到了 神有这样一个目的 他神变化我们 神充满我们 最后让我们能够来代表他 我们还是来看保罗这样一个例子 我觉得是非常摸着我 就是被 他是一个囚犯被押送前往这一个 这个叫在撒旦掌控下的 这个罗马的这个首都 在这一个行程中 虽然他是个囚犯 你看这些管他的人 好像能力很大 权力很大 但是真正遇到风浪又怎样呢 一个二个都不敢吃饭了 然后呢 当时保罗说 不要这样做 但是他们偏要这个做 结果呢 就跑了 就陷到了这个风浪中 到了风浪中呢 不知所措 各个都是非常的丧胆 反倒是这样一个囚犯 在那个地方 他真的是活的就像 就是耶稣再次活在地上 这个 什么叫耶稣再次活在地上 就是这个神性 真正的做到了保罗这个人性里面 散发出了这样一个甜美新香 把这个芬芳出来 成了整传人的一个拯救 成了整传人的生命的保障者 和安慰者 他就能活出这样一个生活 是能够远超忧虑的这样一个境内 这就是神在保罗弟兄身上 所来得主 其实他这一边所讲的这几个例子 都是这样 摩西放羊放了四十年 神就是让把这个环境安排给他 四十年的时间 就是让他真正的明白 当他看到这个火烧荆棘的意象 他就知道 他自己真的什么都不行 但是呢 就是有这样一个火 在他这样一个荆棘上面 他靠的不是这个荆棘 靠的那是那个火 他能够面对这个法老 不是他自己都有能力 他曾经能够一拳 把人那个打死 但是到了法老面前 他有怎么办呢 他还是会害怕草棘 真正能够让他刚强壮胆 还是神做到了他的力量 他这样子就成了一个 完全能够来代表神 他完全不是靠的自己 包括撒姆尔也是一样 在那个堕落的时代 能够完全的 遇生失忆 呵护神的心意 那保罗我们刚刚提到了 能够就是把这个 主再次活到这个地上 其实应用到我们今天也是 我们真是若是跟了一群囚犯 灌在那个船上 在那个风浪中之后 我们是否有耶稣在我们身上 活出来呢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个风浪 但是我们能不能真的是把这个 主能够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跟与世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主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每天 为这一切的这些环境 我们感谢他 借着这些环境 主你更多的成分 做到我们里面 等到有一天呢 我真的能够在地上 成为你的代表 就像你在地上我一样 感谢主 我们今天还在第三堂 所以说我们这就是 我们快办的一个休息 大家 感谢主